部分也有出現4米 超過4米的浪高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別要注意 避免前往海邊做一些活動 至於未來整個降雨的狀況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從它的整個路徑土 來先做個說明 未來它會以每小時19轉23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溪朝宜蘭跟花蓮地區來進入 然後在明天清晨之前 會進入台灣海峽北部這個地方 但是到了宜蘭跟花蓮這個地方的時候 受到地形的影響 路徑可能不會那麼呈現直線 一定會有呈現擺盪的情形 但畢竟它還是要回到 這個原來的整個石流的管道上面 所以基本上會在宜蘭花蓮進入之後 再影響台灣地區的天氣 所以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上午之間 是颱風影響台灣地區最明顯的時候 提醒大家應該要特別注意 另外就是特別提到浪的部分 因為現在適逢超級大潮的時間 再加上颱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離台灣相對是比較近的 所以造成了整個雙重影響之下 就會有一些沿海低蛙地區 有海水倒灌跟淹水的情況發生 另外就提醒就是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也是台灣地區雨量 可能會最劇烈的時候 首當其通當然是宜蘭地區 這個時間點落在晚上 所以從今天晚上9點到12點之間 除了宜蘭地區 西部沿岸地區也會有出現 比較明顯的潮位偏高這種現象 這是有關於風浪的部分 至於降雨的部分來看的話 我們從雷達回報也可以來 很清楚來看到 台灣地區受到 杜漢颱風影響它的結構 我們可以看到相當的完整 暴風圈目前正影響團隊的天氣 影響目前台灣地區的主要是 暴風圈的外圍這個地方 所以這樣的降雨 其實已經帶來中部以北 山區的部分都有超過 200毫米以上的降雨 大家可以看到比較鮮豔 在宜蘭跟花蓮外海這一塊 比較強的雲帶 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氣的之間 會影響台灣地區的天氣 所以風雨的部分都會明顯增強 至於台灣地區的整個影響 要等到明天 颱風過後中午進入中國大陸之後 台灣地區的風雨的狀況 才有逐漸緩和的機會 最後再度提醒颱風影響台灣地區的時間 對於用水的品質 以及在電力設施上面 都會受到嚴重的衝擊 所以大家盡早儲水備用 並準備一些照明的設施 另外返鄉回到工作崗位的民眾 也要注意行車的安全 以上是最新的颱風動態說明